所以在平常的时候 放逸性比道性还强 所以只有在接受到十番供养的时候 就是在无关堂前吃这顿饭时的时候 心里面才能够稍微收舍 心里面能够体会到一点惭愧 直到至于今生的这些德恨 是根本不堪受十番供养 出家人如是 在家菩萨也是到十番来吃着十番一口饭 直到现前自己的资料 是有轻损释放的 所以有这一年发现 自然而然就在这一段饭食之中 也就能够兴起浓浓的悼念 那个悼念到底要放在哪里了 那个悼念就要放在你每一口对食物的接触上 你每一口对食物的接触 你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得到那决心的作用 决心在何处 决心就在你那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酸甜苦辣的一切变化当下 你能看得到在吃饭的时候 尤其叫涉食 涉食不但能够滋养你的色身 它还能够不断地提醒你 在任何的六根六成接触之时的每一个社区上 所以你在涉食之时 若是都是能够在现前的根层对待里面 你慢慢地熟悉那一个清清楚楚的能观之心 久而久之啊 它不但是在你现前吃饭时 舌根上面里得力 将来在意念上启程的一切种种念想 哪怕是好是坏是喜是怒 你会突然发现 你自己就有一个能反省的 你反省的清静 能看着你心思的波动 但要有一点如实的观心现前 你就再也不是只是随着眼前沉中的那些妄动 那身后流转的人 所以那一念观心 你就会体会到 那你已经念念之间就在修止 这个能观其实就是止 那在止中你念念止于观 久而久之啊 那一顿饭中在你口中的变化 你若是都能够知道 其实那个变化 也就是我们最近在读的大方广佛华言经中所讲 你那个变化将来不单只是你心中明了变化而已 将来因为心情更纯熟时 你在一切变化里面 你体会其实那都是大觉心体的种种信用而已 那这一顿饭 那就是直下道家的法门 所以你要如何在每一个念头里面都能够提起 这一念惭愧 都能够提起这一念精进 除了只是到五官堂上来的悼念 那当然还是不够的 那需要你平常时间 常常能够提起念佛名号的这种发心 真的要是念佛名号的人 你自然而然就跟这些佛名之中的气氛念念潜移默化 你若是心里面都有一切圣贤名号的这一些心中的体系 你自然而然就会在每一个六根六成社区当下 你就如同进到五官堂上 那一念心情是一样的 你就会自然而然就在每一个社区上 每一个社区上你都能够当下谨慎 当下把这一念关心提得起来 那一念关心能提得起来 那就是你将来的明心现前 那一念关心若是提得起来 那就是你将来的智慧大致先前出 先从明心现前 明心就是明明白白的心 明心现前时 你就再也不是只是世界上那种沉闷的翻覆 所以看自己是不是还是一个根本凡夫 有的时候平常时间我们很难察觉 就在吃饭的当下 你自己看看 在食物之前 你就自己能够体会得出 自己的现前业障都在何处 每一口的食物中的变化 每一个动作在社区之中的动作 假如你发现我们只是一直追逐在食物上 或者是暗顿在食物上 或者是在食物的感受里面是茫然的 那都属于安障凡夫 在里面没有半点清清楚楚 没有半点心中的惭愧 没有半点你懂得回头的这一念发心 那你就多要把这句佛号提起来 你就多要把无关堂的这个五个做官的剂子 常常要备在心里 你能够常常备在心里 不单是吃饭你用得上 将来在每一个念头心起处 你都会发现你就能够自然启成无关 所以在设食的时候能够启成这个关照 他将来会守护你每一念当下的社区 他会守护你在每一个行为当下的接触 那时你心里面知道你在滋养什么 你在掌养什么 所以一顿饭 我常说佛家讲的 你要会吃啊 吃放的这一顿饭 你要会吃啊 会吃这顿饭的人 你不要想看 只是每天的二十过堂 二十临沾 会吃这顿饭的 他将来长的就是你道人的气质 就是你道人的心胸